最后一套比基尼怎么样? 我不喜欢 为什么你不喜欢? 因为很大的 看起来很大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我的妈妈的风格 我的妈妈应该会喜欢 哈喽,大家好,我是蒋娜 你好,我是我俩妹妹 这一集,我们全家都要去海边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的妹妹从乌克兰来的 在乌克兰夏天的时间很短很短 所以我的妹妹完全没有比基尼 我们先要带她去选比基尼 然后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出去玩 我的妹妹特别减肥了两个礼拜 奶奶的比基尼要不要买 奶奶的比基尼也要买 但是奶奶的比基尼不是在这边买 这边是大人买的 那时我们也会去另外一家店买 那时我们也会去另外一家店买 好,我们先解决妹妹的位 Let's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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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黑的 因为很多的 好,那你试试看 我的妹妹在那边已经很秀 不要摆 什么不要摆,给大家看 你觉得这一套 你转过来 你觉得怎么样 你喜欢这个吗 我觉得很小 很小,你要多一点 一点 对,看起来 这边有一点 对,size是不太对 那我们换别的 我们试试看别的 我的妹妹现在在选 比基尼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们小时候 夏天只有很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一年只去 排便一次 然后妈妈会买我们的 比基尼,我们大概会穿它 两到三年 有时候更久 所以现在妹妹来 这边拿了那么多 比基尼,她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 因为台湾的天气 太热,所以你去 海边的时间 可以去很久 而且台湾的海边真的很美 所以妹妹现在要 好好享受 这个买比基尼的 时间 我们来看第二套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喜欢 买很多 这边很粗 你不喜欢粗的? 不喜欢粗 那换下一个 第三套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喜欢 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所以你要买没有东西的? 这个 妹妹刚刚讲了 就是重点 我们外国的女生 不太喜欢里面有 很多 push up 因为看起来就很重 很不自然 所以像你们 可能有看过在国外 女生他们穿衣服 连 bra 像我这样子带 连 bra都不会穿 因为我们觉得不方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比基尼有很多 push up 我们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不喜欢 好,换下一套 里面没有很多东西的 OK,妹妹的第四套 在这边 已经没有东西 这个是 算是 她 自己英文的样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因为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不喜欢 这个我觉得 看起来 我觉得妹妹 现在这样穿 看起来 像比较 运动的风格 就是想去健身房 做运动 所以也不是 我们会选去海边的 比基尼 然后它的size 也看起来 没有很 很对 没有很好看 好,我们换下一套 这个比基尼很美 这个我喜欢 我的最爱 我应该会 买给自己 然后妹妹 最近 吃得很好 可以看到 最近 有肚子 潸潸的 我觉得 喜欢她 Olya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一点点喜欢 喜欢一点点 而已 因为 我不喜欢 因为 不喜欢 但应该觉得这个很松 所以她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 这个比基尼看起来 超级美 妹妹觉得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 超级美 所以我可以买给自己 好,这个是我的比基尼 我选好了 各位观众 妹妹来选比基尼 她对姐姐忍不住 试试看这个 我觉得太漂亮了 我要买这个比基尼 我跟妹妹 最后一道 然后我们要决定 到底妹妹要买什么样的比基尼 目前她全部都不喜欢 我们看看 你們應該發現了妹妹跟我有團一個一樣的問題 我們兩個是天瓶座 所以天瓶座有選擇的障礙 我們如果要選擇東西我們真的選不出來 我理由妹妹最後一道比基尼怎麼樣? 我不喜歡 為什麼你不喜歡? 因為很大的 看起來很大? 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我的媽媽的風格 我的媽媽應該會喜歡 然後你看了? 你看了? 妳要選哪一個? 我喜歡 這個? 妳也要買這個? 我 還是我們買兩個 然後我們當姐妹去海邊 OK 我們去結帳 誰付錢? 誰付錢? 是你? 我說誰? 誰付錢? 你付錢 為什麼我付錢? 我沒有錢 因為你有我的姊姊 我有你的姊姊什麼意思? 我是你的姊姊 我是你的姊姊 我的姊姊 有肯定多付錢 心情病 我哪裡有錢 你要 你要 趕快找男朋友 男朋友幫你付錢 好不好? 好 你覺得是要付錢 你自己付錢 還是男朋友付錢? 為什麼我男朋友付錢? 為什麼我男朋友付錢? 因為男朋友有錢 所以 很漂亮 誰? 你很漂亮? 我很漂亮 我很漂亮 大家 希望你們有男朋友 我買的意思 他是很漂亮 所以他希望男朋友 他買的 誰要買的 比基尼 比基尼很便宜 一百塊而已 可以買 買起來 等一下還要買 去買奶奶的比基尼 因為奶奶還買了比基尼 要去海邊是什麼感覺? 要 游泳 海 那你對你的身材有沒有信心? 沒有 沒有 所以要穿跟我一樣 這樣的 連身的東西 肚子就不會光出來 傑哥說聰明 我們現在 各式要去買 奶奶的比基尼 嗯 拆 像萬年有買過 Baby的衣服 對 他應該會有寫幾個月到幾個月 只是因為 我們現在 奶奶是長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還是要拆一下 我覺得這個差不多 傑哥? 我覺得差不多 嗯 我覺得差不多 我現在幫你看 但是S好像賣完了 就是他 啊 你覺得是合適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過 Baby的比基尼 所以我不懂怎麼選 可是 我有我的眼神 大概抓一下 我覺得 可以 因為奶奶比較大隻 現在好像一個 一歲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應該穿得小 我們現在出發要去海邊 然後呢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 那個外木山 大概在基隆那邊 然後 今天是禮拜天 車超級多 但是我覺得到那邊之後 還是可以欣賞到很漂亮的海邊 而且這個外木山它是有一個 外面的海 跟一個有圍起來的海 那就比較適合小朋友在裡面 可以下去體驗海水 因為比較沒有大風大浪 我們今天就打算 帶奶奶第一次正式的下海水 我們現在到了海邊 但是我真的超緊張 因為我連一個人都沒看到在游泳 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 他們好像在那個 人家游泳 天啊 我們來了海邊 好像是不能下水 然後不能下水 你看 連一個人都沒有 為什麼 他們下什麼 啊 老公 我們的旅行怎麼樣 我們的海邊怎麼辦 我看看還沒有別的海邊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我問 原來是不能下水是不是 不行 不行啊 應該就是因為明天是颱風天的關係 老公你真的會想到颱風的時候 帶全家去海邊 因為我看過天氣預報 今天是安全的 明天一連會下四五天的雨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不來 就是要很久之後才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別的海邊看還是 好 我思考一下 看下去別的海邊 還是我們直接去泡溫泉好了 我想一下 我們前面還有一個翡翠灣 我們去試試看 如果再不行的話 我們就放棄去泡溫泉 好 你看這個風那麼大 而且海邊的浪 嚇死人高 有時候人會做錯的決定 好像不能在風前 你看遠遠那邊還有人 我看到有人 那邊還有人在衝浪 對 但是好像連一個人都沒有泡溫 所以我們剛剛跟祖熊有討論過 因為我們不是兩個人 我們還有帶奶奶 不可能讓她下去泡溫 除非她現在要去學surfing 所以我們的比基尼 海邊比基尼泡湯了 我們的比基尼 我們去泡溫泉 然後吃好吃的晚餐 嗨 我們到了我們的溫泉 你們有沒有看到 之前我跟妹妹去選比基尼 就是這個 這個 但是我們本來以為可以去海邊 然後在那邊拍拍照結果 因為台風要來 所以沒辦法給人家看我們的比基尼 只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奶奶 有沒有喜歡 喔 奶奶下次也要穿比基尼 對 媽媽跟阿姨是不是很好看 對 喔 這個景氣真的超級適合泡湯 而且 我們上次來奶奶剛出山而已 一個月 現在奶奶已經八個月 我們想到她會享受跟我們一起包溫泉 那其實這個不算溫泉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放到很 對啊 這個水的溫度很低 因為我剛剛跟子萱一直在 怎麼說 辯論 我們剛才很大聲的在辯論 對啊 我是很緊張的媽媽 我覺得不能給小朋友太熱的水 Lio你認真看她很享受 你跟她 對 她很享受因為溫度已經變低了 一開始她就很享受 沒有 如果我放她在你的一開始的水 她就會 一開始我已經放她下去 我用她的腳已經放下去 給她試試 我說的對 你看 Karisha是不是這個水很舒服 K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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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嗎 超喜歡 耶 好 好好享受 你享受這個溫泉 一點點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請打開 請打開